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我Henry 和大家玩哈里波特 最近推出了魔咒狂歡賽 其實我有點心得 聽朋友說 他們經常說 這麼容易輸 為什麼呢 但我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套卡組 這套卡組是貝拉、書、閃電 我一直都在用這套卡組 這套卡組是戴露娜迴響 我名字叫附助 為什麼呢 因為雙排是互相合作的 就算你不開咪,你的技能也要幫助隊友 幫忙清一下對面的怪物 讓隊友做一個好的輸出 但如果有時候 剛好隊友的卡牌都是輔助的時候 我又怎麼辦呢 不值得擔心 那我就做了Lola 其實就和大家介紹一下Lola 其實Lola的回響 一開始是一隻豬仔 之後你出3點以上的魔力值的卡 就會升級一格 升到最後就會變成一隻騎士道鬼馬 有一個特別的就是 5點滑以上的咒語卡 就會將騎獸升級 增加2點魔力值的隨機卡 其實你可以計算數 例如說 有這樣 最後我拆了一張卡 就是一張 最後有人拆了一隻5點滑以上的咒語卡 之後我再出一張5點滑以上的卡 就會有機會變成騎士道鬼馬 又或者是7點滑以上的召喚卡 例如拆了1個龍蛋 這個風造成鳳凰 還有三書之類 即使你想將上一張變成騎士道鬼馬 你出三個顯示就行 最後一張變成騎士道鬼馬 我用露娜好像打到200-300場 但我只有一些心得,其實是一些年紀 例如打雙牌或魔咒旁觀賽 也有用的就是露娜,騎士、堕鬼馬 我通常會配這招開的,白眼蜘蛛的毒液 為甚麼呢? 騎士、堕鬼馬會把敵人轉到中心 有種拉力拉到中間 至於毒液放在地上,一來可以減速 二來可以帶來一些傷害 所以這個就不錯 通常這兩招我都不夠保險 我會再加一招成城禁 簡單來說就是成城禁配騎士、堕鬼馬再配毒液 因為城城有好處就是對手有兩隻 對手有兩隻都站在一起 可能很近,或是彈了一點遠 又不夠近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城城幫他面前綁緊一點 這就是可以綁到他們的愛情線出來 然後按一下他 再出騎士、堕鬼馬和魔咒旁 他們就走不久了 除非他們有這一招 是要趕口藥 又或者隨行現影 不過跟著觀察 隨行現影只有來威會大 暫時我就很少見到其他人大 但這個方法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騎士、堕鬼馬加毒的話 遇到多比迴響 就真的不要出了 因為你會受到反擊 所以千萬不要 好了,就回回正傳吧 先把魔咒的卡組 因為這個魔咒狂歡才 其實我都看到 你看到我大概帶 3、4、5、5、3、7、5 為什麼有兩級的魔咒狂 是因為我真的很討厭閃電 所以就算他出完之後 對Lola沒有幫助的時候 我都會帶他來補一補命 對,或者是在裡面休息 這個真的要 萬一對面被人發現了 這個魔咒裡面 即是看到你 都不要緊 你還有這一支 要全全破心戶 這個5個對Lola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可以升級兩格奇手 這個全全破心戶的好處就是 你除了擋到剛才所說的閃電 還可以擋到這個位置 這支是天空飛起來的 它很厲害 連地下的也能擋到 所以這支是一支好卡 都劇烈推介給大家用 還有什麼呢 爆炸 就是我們用來清怪用的 因為其實這個版本 召喚收都比較多 所以這支是 即使你帶什麼迴響 都是必帶的 除了哈里迴響 這個真的一定必帶的 還有一個水水噴 水水噴 純粹是用來做一些定點輸出 有一個位置給你打人 可以有空清掛掛 都可以 因為它都是5格 可以升兩格 所以我會扭帶 至於為什麼呢 我帶了衛斯的煙火 其實我每次帶出場 可能一場都用過一次 原因就是 它實在是太高了 7格 對我的卡帳 沒有什麼特別作用 但為什麼我也是帶的 就是為了安心 在順風局的時候 你可以出了成成金 再加衛斯的煙火 就可以打到對面 不要緊 萬一你逆風的 都不要緊 你都可以透過衛斯的煙火 從一封面做順風 順風不是順風 順風不是順風 順風 這就是我帶它的理由 因為從我玩一隻遊戲 開始到現在 衛斯的煙火 都是我所有卡組 其中一張卡 無論我是帶多比也好 什麼都好 其實衛斯的煙火 我都是在我心裡的一張保險卡 可以逆轉戰局的一張卡 所以我隨機都帶 但LULA就真的不要隨便出 因為我們7格對LULA 太大負擔 所以很多是有需要的時候才會出 如果真的用來清怪 都可以用爆炸 有時候用毒液也會 不過最好就留下爆炸 還有 碎碎噴去清怪 因為始終我這副LULA 都是一個叫做輔助 這張絕絕 為什麼我會帶呢 就是因為我探望它有加成 它加成不重要 它加成在什麼呢 它的技能太屈肌了 它將你的路徑上的所有 生物、照護物、玩家 都推回到對面 這一招就真的 應付三書是非常之好 因為我曾經試過 被14本三書一起衝過來 我又沒有報數 被屈死了 所以如果大家遇到有三書 或者很多召喚怪的局面 你們就可以留下這一招 等它出完之後 衝過來 就一次過打到別人的後面 這張是超好用 在魔咒狂歡座裡面 真的超好用 至於我伙伴 其實我平時帶雙牌都是這兩套 就是卡姐、榮恩和海鴿 怎樣會帶卡姐呢 因為好老實說 通常敵人一開始都會丟很多召喚怪 因為如果我是路拿的話 其實我是應該請不及 除非七老百爆炸 但通常我都會帶卡姐 放在我中後場左右 等人們衝過來 就幫幫手 榮恩也是有些清怪作用 因為說到尾巴牌都是一些輔助打法 所以就留下榮恩 可以幫幫手 那海鴿就不用說了 補命 真的補命 好 那就是這對卡組 那就來回實戰吧 魔咒狂歡賽 一來隊友就出了招 水水噴 那就很可惜 不是全部打得中 糟糕了 一來又衛星營火 他就有個失誤 就是用一些控場技才去出 這個真是他失誤 不知道很奇怪 這場 對手又不怎麼動 又不知為何 想放在一起 因為真的要有人掛機 但不要緊 還是做一個 練技的示範給大家看 對面就放在一起 我就用水水盆 去清一清怪 還有做一些輸出 這裡就不小心 不知為何走過去變形洲 對 這裡就是剛才所說的 毒 再加這個 騎士墮鬼馬 那個伙伴也好 在我出了成績的時候 他又出了這個爆炸 你看到對面都沒有血 所以其實這一場 其實基本上 都贏了 但真的不知為何 對手很奇怪 所以你說是不是電腦呢 我真的不知道 不知為何 不要緊 總之就試了那個 騎士墮鬼馬 再加成績 再加這個毒 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 剛剛這個例子 就看到了 那就 期待下一場的對決 這裡沒什麼特別 就是我飛一飛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飛一飛 對 對 其實我看對面 卡組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很正常的配搭 但就不知為何 會打成這樣 很奇怪 所以就 對 不要緊 應該是 那就等下一場 再說一下 有什麼特別 對 那麼 那麼快 就來到 剛剛所說的下一場 對面 有綠 有白光 很厲害 看來 一來就做成城禁 再加一個 毒 下馬威 那我都很麻煩 他都下了下馬威 幾本輸了 加成城禁 那我剛剛就一推 一個絕絕室 推走了 那就是剛剛所說的 那個強化勳章的用途 這個隊友都厲害 就是我的隊友 用這個 爆國怪 他強化勳章是爆國怪 對 其實都很值得 我覺得如果是海鴿 配一個技能的話 其實真的會很煩 因為爆國怪本身口血 然後再加上他 現在不斷撞 不斷暈 對面就是海鴿 對面就是海鴿 真的很煩 不是開玩笑 不斷暈 不斷暈 真的不斷暈 幸好我有卡姐幫幫手 那剛剛呢 對面呢 這裡就開了個帽子 還有兩隻 剛巧站進去 所以我就開了個 成城禁 再加了個騎士 墮鬼馬 那就沒了他們這邊 那這隻榮恩 真的 剛巧很幸運 所以真的很幸運 對面呢 很明顯霧 但我所說是絕絕室 看看 清得多辛苦 所以 因為 三豬你不清 真的好大 所以 裡面其實都 殘血的了 那我都剛剛 就用了個 全全破心灰 去保護我隊友 對 剛剛所說的 輔助用法 我就 反殘了 沒看到那個雪球 所以就很不小心 中了 那原來 一個騎士 墮鬼馬帶走 最後呢 再給大家看一遍 卡組 總之 Lola 真的 沒得輸 不是 沒得輸的 看打法 那 你生物流的 就是生物流打法 法術流 就是法術流打法 遲些都會繼續分享 給大家看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了 有什麼就留言給我知道 拜拜